您好 欢迎收看4月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系列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4号下午召开 针对了24576案消防队员呈阳姓 是与慈济护士有相互接触所感染 消防局自强分队3号也进行全面性的筛检 13位都是阴性 还有一位则是精神病患 感染延伸案例 以及便利商店慈济门市店员 花联系列卫生局长朱家强表示说 三位都是持继护理师所感染的 疫情都还在掌控当中 也呼吁乡亲赶快施打第三剂疫苗 保障自身安全 24576 这个2576 CT值29.1的 20多岁的男性 他本身是一个消防员 那慧风案件关心图上 大家可以知道 他跟我们的 急诊室的护理师 2421 他是有相关性的 他是有相关性的 因为在这个2421 在送医的过程中 跟我们的24576 有一个接触 同时他本身 我们的护理师 也本身跟我们的消防队员之间 他本身就会平常就有一些联系或互动 所以在大家知道 这个自强分队 就是要直接对变 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友好 共同来照顾我们花园的乡亲 所以2421 跟24576 他们有这样的接触史 那这类的个案呢 我们将我们的消防队 所有的同仁 来做了PCR 目前呢 全部是阴性 全部是阴性 24577呢 他是一个 精神病房的个案的延伸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327号的23740 跟我们的23877 病患病人1 他们是在急诊室的时候就住隔壁 因此造成这个23877的感染 那个案住到病房之后 那造成我们的24022 23880的感染 那24577呢 又跟23877 他们是住同一个病房 所以慈激院其实目前针对于 那时候有互相 那时候有互相接触住院的病患 他几乎是每天都在塞紧 他跟24576相都可以有的相关性 那他是一个 也是20多岁的 一个男性 他的CT值是12.7 他的病毒量非常的高 那他本身是一个 这个7-11的一个员工 那他这个7-11的点呢 就是在慈激大学 慈激医院对面的慈激门市 所以这个个案呢 在我们追溯他的足迹 以及他的重叠的时间上班的点 发现到他跟24221 跟24576 都有在重叠的位置出现 让我们未打第一剂 未打第二剂的人 都能够出来 来做医房接种 所以可以看到 有很多乡亲 原来以前虽然没打过疫苗的 这个时候都出来打了 我想真的打疫苗 才是我们对付 新冠病毒最好的方式 至少他不会让你重症 为了你死亡 感谢观看